第六章 螳螂 温柔与残忍并存 优雅的体态 夏天 我们经常在草丛里看见一种浅绿色的昆虫 这种昆虫不会叫 但身材很苗条 尤其是腰部很细 让想减肥的女士羡慕不已 许多年以前 在古希腊时期 这种昆虫被叫做螳螂 或者是先知者 农民们看到它时 它多半是半身直起 威严端庄地立在被太阳照着的青草上 它的表情很严肃 宽阔的青沙般的脖翅膀 像披风一样拖拉在地上 两只前腿的形状 像人的胳膊一样举到空中 好像是祈祷的姿势 当地的农民觉得 螳螂很像一个虔诚的修女 所以就把它称为祈祷的螳螂 螳螂的外形漂亮 咸雅 身材优美 苗条 穿着浅绿色的衣裳 翅膀像薄纱一样轻盈 颈部很柔软 头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转动 所以视野很开阔 可以看到各个方向 说它眼观六路是很贴切的 最特殊的就是它还有一副温和的面孔 这也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几具杀伤力的武器 看到螳螂温和的外表 你如果认为它也是一种温和善良的昆虫 那可真是被它的外表蒙蔽了 其实螳螂是非常凶残的 可以说是一个捕食别的昆虫的机器 让我们来看看它几具杀伤力的武器吧 螳螂的腰部很长 也很细 还非常有力 两条大腿更长 在它的大腿下边还有两排锋利的锯齿 在锯齿之后还有三个大尺 总之螳螂的大腿几乎是带两排刀口的锯齿 当它打算把腿弯起来时 就将双腿收在这两排锯齿当中 这样很合适 一点都不会伤到它 它的小腿更像是一把带两排刀口的锯齿 锯齿比大腿上的还要多 而且 这种锯齿也与大腿上的不同 锯齿的尖端还有像针一样尖利且硬的钩子和一把双刃刀 很像弯曲的羞之茧 对于这种小钩子 我有许多深刻的记忆 当我去野外捉这种螳螂时 很难捉到它们 还经常被它们的武器给伤着 弄得两手伤很累累 有的时候 它会把我的手抓得非常紧 大腿上的钩子会深深地扎进肉里 让我想摆脱它都难 因此我觉得 很少有昆虫像螳螂这么难捉 螳螂的身上有很多武器和暗器 如果它遭遇了危险 有很多种方法来进行自卫 它有像针一样的钩子 可以伸出来勾你的手 还有像锯齿一样的尖刺 可以用来扎刺你的手 除了这些 它还有两个非常锋利有劲的大钳子 你要是去捉它 它就用钳子夹住你的手 让你又疼痛又难受 下次见了它就望而却步 在螳螂歇息时 它总是把武器缩到胸口前 看起来很平和的样子 好像从不伤害别人似的 一旦有昆虫从它身前经过 它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露出本来的凶恶面目 它立刻把武器伸展开 那个路过的昆虫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已经被钩子抓住 压在两排锯齿之间 动弹不得 要是螳螂将钳子夹紧 那么昆虫就肯定没命了 不管是蝗虫还是蚱蚂 即使比螳螂还要强壮的昆虫 螳螂都不惧怕 要是它有兴趣 就会把它当成是午餐或是晚餐 这么说来 螳螂可真可以称得上是 捕杀蝗虫 对螳螂怎样捕杀昆虫 我很有兴趣 有一天 我把几只蝗虫 与一只螳螂放在一起 想近距离地欣赏一下 螳螂的捕猎技巧 一只勇敢无畏的灰色蝗虫 可能自出生后 还没有见过螳螂 从螳螂的外表看 以为它是一位脾气温和的大婶 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向螳螂身边跳过去 看到蝗虫居然赶到身边来 螳螂立即显示出气氛的样子 打开翅盖 将双翅尽量地展开 像船帆一样直立地竖在背上 身体的上部弯起来 像一条手柄弯曲的拐杖 不断地一起一落 还发出像毒蛇图杏子一样的声音 螳螂的全身重量都放在四肢后组上 身体的前部完全竖起来 那两只时刻准备防御的胳膊早就张开 露出下面黑白相间的斑点 螳螂的这种让人非常惊讶的姿态 显然是吓住了蝗虫 蝗虫这时感到很害怕 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螳螂摆出这种吓人的姿态以后 就纹丝不动地待在那里 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猎物 随时准备绞杀 要是蝗虫动一下 螳螂就会跟着转一下 眼睛始终牢牢地盯着蝗虫 螳螂这种目不转睛的盯人战术 其实意图很明显 就是强化对方的恐惧心理 让对手完全丧失抵抗的信心 彻底地缴械投降 虽然装怪物的做法有点可笑 可是螳螂的这招很管用 能给对手施下很大的压力 在战斗还没有开始以前 对手因为害怕而放弃抵抗 螳螂当然乐得轻松 兵不血刃地就能达到目的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螳螂这个心理战术 果然让蝗虫上了当 他真的把螳螂当成怪物了 只是呆呆地看着螳螂 连自己最擅长的蹦跳都忘记了 其实他本来有逃生的机会 可他却把这些望得一干二净 还向螳螂慢慢靠近 我真为这只蝗虫担心 因为它已经完全被螳螂的攻心战术所俘虏 除了自寻死路 还能有其他的结局吗 当螳螂能够抓到蝗虫时 他马上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 用自己强壮而有力地掌 狠狠地拍打蝗虫的颈部 然后再用两排锯齿使劲地将蝗虫压住 蝗虫刚开始还能抵抗两下 可最后就悄无声息地命归黄泉了 螳螂得意地看了蝗虫一眼 然后就风卷残云般地把蝗虫 精美巢穴 虽然前面我们隶属了螳螂的狡诈 凶残等种种恶行 但是并不能说这种昆虫一无是处 它们也有自己的优点 能见精美的巢穴 就是它们众多优点中比较突出的一项 螳螂建的巢 在有阳光的地方随处可以找到 如石头、木块、树枝、枯草上 甚至在砖头下面 一块烂布底下 或者是破皮鞋的烂皮子上面 只要是凹凸不平的地方 螳螂都可以用这些东西做地基 在上面建巢穴 巢穴一般一两寸长 不足一寸宽 颜色金黄 像一粒麦子 是由一种泡沫很多的物质做成的 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种物质就会变成固体 并逐渐变硬 烧起来像燃烧丝的气味 根据地基不同 巢的形状也不同 不管巢穴呈现什么形状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表面总是凸起的 整个巢穴大致分为三部分 中间一部分是用小片制成的 排列成两行 前后互相掩盖着 像房上的瓦片一样重叠着 这种小片的边缘 有两排缺口 是当作门用的 当小螳螂孵化出来后 就从这里跑出去 至于其他的墙壁 都是不能通过的 卵在巢穴里是一层一层排列着的 每层的卵都是头朝着门口 因为没有两行 分为左右两侧 因此 有的幼虫从左边出去 有的就从右边出去 瓷塘狼在建巢穴时 是一边建巢一边缠卵 瓷塘狼的体内能分泌一种很黏的物质 与毛虫分泌的丝叶很相似 这种黏物质被排出 并和空气混合以后 就变成泡沫 瓷塘狼用身体末端的小勺 将它打起泡 这种动作 就像我们用叉子打鸡蛋清一样 泡沫是灰白色的 很像肥皂的泡沫 刚开始是很黏的 过一会儿就变成了固体 瓷塘狼就在这泡沫的海洋里产卵 没产下一层 就盖上一层泡沫 泡沫很快就会变成固体的 在刚建成的巢穴的两个出口地带 瓷塘狼用一层与别处不同的材料 将其封住 这是一层有很多孔 纯净无光的粉白色的物质 与巢穴里那种灰白色物质完全不同 这种白色外壳很容易破碎脱落 当这层外壳脱落后 巢穴的出口地带 及那两行小片 就可以从外面看到 没过几天 由于风吹雨打的侵蚀 这些小片就会慢慢分离脱落 所以在旧的巢穴上就看不到它的踪影了 说到这两种物质 虽然它们从表面上看不尽相同 其实它们是同样的物质 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螳螂用身体上的小勺打扫泡沫的表面 撇去浮皮 做成一条带状物盖在巢穴的背面 这看起来就像是冰霜结成的带子一样 所以 这种物质是粘性物质最薄最轻的那部分 虽然看起来显得白些 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泡沫比较细腻 光的反射力比较强而已 这样看来 螳螂的确很有建筑才能 也非常能干 它们一边产卵 一边排出有保护作用的泡沫 还能作为卵的包备屋 为孩子的出行铺好道路 而且 这些工作都是螳螂站在巢穴的前面做的 身子纹丝不动 那些粗壮的大腿一点拍不上用场 只用一些小机器就把这事做完了 着实很令人惊叹 不过 螳螂产完卵 建好巢穴之后 转身就走了 从此再也不会看一眼 这样看来 它对自己子女付出的爱心并不多 总的来说 螳螂凶残地对待 从它身边经过的一切猎物 吃自己的兄弟姐妹 也吃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的孩子 天敌的绞杀 螳螂卵的孵化 通常都是在阳光可以照到的地方进行 在螳螂的巢穴中 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作为螳螂幼虫的出路 就是环绕中央一带有鳞片的地方 与蝉一样 幼小的螳螂刚来到世上时 也穿着一件实用的外套 幼虫一出世 待在薄片下边没过多久 她的头就会渐渐变大 直到形如一粒水泡的样子 此后 她每做一回动作 她的头就稍微变大一些 经过一番努力 她的胸膛外边的皮终于裂开了 于是她更加用力 使出全身的力气 不停地扭动 挣扎 摆动 想挣脱那件外衣的束缚 好好舒展一下身体 结果 最先解脱的是她的腿和触须 再摆动 挣扎几次以后 她的全身都出来了 她终于解放了 小螳螂满怀希望地冲出巢穴时 以为会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 可是 她们太天真了 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杀戮 就在她们的巢穴门口 早就聚集了一帮打算吃掉她们的天敌 就是那些小蚂蚁们 这些小蚂蚁很有耐心 她们聚集在巢穴的旁边 抢占好有力的地方 直勾勾地等着小螳螂的出现 虽然我为了保护小螳螂 总是驱赶它们 可这帮小家伙眼疾手快 而且树木众多 往往采取先下手围墙的行动 让我防不胜防 这帮小蚂蚁们很清楚自己的劣势 它们知道自己进不到巢穴又硬又厚的墙壁里面去 而且它们根本没有能力打破这些墙壁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藏在巢穴的门口 静悄悄地等待猎物自己出来 小螳螂们一探出头 蚂蚁们立刻蜂拥而上 把小螳螂捉住 残酷地撕掉它们的外衣 把它们的身体毫不留情地切碎 小螳螂只是无奈而徒劳地挣扎几下 不想放弃一丝求生的希望 可是面对集团作战 有凶恶残忍的蚂蚁们 它怎么可能保全自己呢 很快这场杀戮就结束了 大部分的小螳螂都被蚂蚁们切碎 搬回自己的巢里去了 侥幸逃脱的小螳螂们数量很少 一个兴旺的家族就这样衰败了 只留下几个生命的种子而已 我们前面提过 螳螂是名声非常坏的昆虫 具有非常锋利的致命武器 几乎是任何一种碰到的昆虫 可是在它们还很小的时候 却被昆虫中个头很小的蚂蚁捉住并吃掉 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真的要感叹大自然造物的伟大和神奇 不管多么厉害的生物 都会有它的天敌绞杀它 这样每个生物的种类才能保持平衡 自然界也才能平衡 不过蚂蚁的这种袭击 主要的目标是那些刚孵出来的螳螂幼虫罢了 等幼虫一接触到阳光和空气 它们会很快强健起来 这样一来 它们就具有了滋味的能力 也就不是任人杀戮的可怜虫了 当蚂蚁来袭击时 它会飞速地走过去 将钱币放在胸前 做着自卫的准备 那种高傲而盛气凌人的深情 把小蚂蚁们吓呆了 它们只是愣愣地看着它 哪里还敢向它发起进攻呢 胆小的甚至早就跑掉了 说到螳螂的天敌 还有一个 就是那种常在墙上出现的灰色蜥蜴 这种蜥蜴可不怕小螳螂那种吓人的姿态 甚至根本没有把这种姿态放在眼里 看到小螳螂 它用舌尖一个一个地舔起它们 然后吞咽下去 虽然小螳螂似乎添不满蜥蜴的嘴 可是蜥蜴觉得螳螂的味道非常好 它对这种美食很满意 每咽下一个 它就心满意足地把眼睛稍微一闭 似乎很享受的样子 这些不幸的小螳螂 刚躲过蚂蚁的群躬 又遇到了蜥蜴的绞杀 真是踩离虎口又入狼窝呀 不光螳螂的幼虫成活下来很困难 就连那些尚未发育出来的卵 也不是很安全 会遭到一种个头很小的野蜂的袭击 这些野蜂具有一种尖利的刺针 野蜂就用这根刺针刺穿螳螂 那些泡沫硬化后的巢靴 并把自己的卵产在里面 这样一来 螳螂的命运就同产的命运一样了 自己精心建造的巢穴里 装满了别人的孩子 而且这些孩子比螳螂的卵孵化得要早 它们不但毁坏螳螂的卵 还以它们为食 螳螂卵还没有来得及孵化成幼虫 就成了别人的食物 命运实在可悲 这样说来 即使螳螂产下一千个卵 存活下来的可能只有一对而已 如此看来 螳螂做过的许多恶行 似乎又可以原谅 因为它们能活下来 并长大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